民主最重要的基础在每一位民代都是你我一票票选出来的 但是坦白讲 我在投票的时候记得我想的是要选出立委为我们争取权益 传达民意监督政府 没有想要他们用打架 泼水 咬人 还有勒头发 勒脖子等等来帮我们捍卫民主 我想如果让立委们真心话大放送 他们一定也会说 我不是被选出来做这种粗活的 但是今天在国会殿堂上 再一次真切的上演这些我们已经看腻了的戏码 今天我们变一台时间又邀请到现场观察了这场大暴冲的 联合晚报政治记者李光仪来跟我们谈谈 光仪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还真辛苦看大家演这场拳脚戏 其实在国会里面打架当然不是第一次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今天又再一次的拳脚相向 而且今天看起来我们刚才新闻里面看到 打得还真乱了套 自家人打自家人 好像问题很大 主播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乱了套 这是很贴切的 为什么会乱了套 其实很简单 因为没有剧本 没有剧本 就是说没有照剧本演出 就是说因为昨天其实在朝野的共识是说 今天只会通过一个证所税 结果后来国民党觉得说 除了证所税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12年国家也可以过 所以说昨天晚上深夜大概11点多的时候 国民党忽然偷偷发了一个假急动员令 就是民进党发的假急动员令是早上7点要去议场 然后国民党发的是6点半 就是刚刚那个新闻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国民党的立委找到了 所以民党立委觉得自己被摆了一道 然后冲进去之后 国民党立委就是说跟之前我们看到的场面不一样 就是站在上面的反而是国民党立委 民党立委 他们只能去抢那个位置 然后对民党立委来讲 这是自己的地盘被抢走了 当然就是非常的不爽 再加上就是又是说 好像有被摆一道的感觉 就是又急又愤又悲 然后有部分的立委可能又觉得说 这是一个好好表现的时候 所以说他们就去冲这个场面 但是他们还冲的时候 又不像以前一样 我们要冲 其实什么时候要冲 什么时候不冲 其实是有剧本安排好的 因为假如说是照剧本演出的话 但是这是没有的 因为是国民党先占了这个先机 然后而且他们又是让民进党等于说 他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 被迫必须要迎战 就是说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场面 其实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以前其实一早就是民进党来 结果今天早上大概 六点半的时候 国民党就已经到了 结果七点几分的时候 民进党只有一个 然后国民党就有一堆 对 就是说对我们记者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然后到后来又打成一团 其实我们就觉得说 对 立法院常常打架 但是这种情况 上次看到大概是 黄伟泽丢那个继时林 不小心砸到吴玉生那时候 有这样子混乱的场面 不然其实历来几次的冲突 大家都知道剧本演出 然后演完之后 大家就谢谢收看就再见 结果这次其实是还蛮 真的有点脱续的情况出现 变成打真的 对 有一部分真的变成打真的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 然后悲痛交加之下 对 就每个情绪 非常的愤怒 我们就看到每个人情绪都不太一样